人生实在有太多东西要选择 我们每天平均要做70个琐碎的决定 每个决定平均用我们八指到60分钟 就好像每天起床要决定着什么衣服上班 吃什么早餐 吃什么午餐 下班之后去做gym 或叫朋友happy hour 太多太多 太多东西要选择 所以投资理财 我选择富昌金融 他们的一站式投资服务加上专业分析 令我踏出的每一步都更接近我的目标 选择富昌 踏你所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市直击 大家继续可以留言在Facebook YouTube 第二节就会回答问题 恒新指数现在报21,738点 升333点 看看成交额榜上 其实都是由科技股 尤其是美团出现业绩之后的带动 腾讯升4%,美团升15%,爸爸升4%,中国神华升7%,海优升5%,快手升6% 还有中石化都上升5% 暂时跌得多的仍然是今早看过都是出现业绩的 东方海外 跌着12% 看看个别业绩的股份 其中就是美团 美团去年的亏损是235.4亿人民币 虽然都继续是一个亏损 但就升与其薄 而他就经过了这个业绩之后 看到今天的市场反应是向好 但究竟他的反弹是什么位置呢 如果之前要看美团再看到238亿人民币 很远 那么远 不用看 其实真的不用看 现在呢 其实他会一直下来 会出到一个新的阻力 给你用来参考 如果你打底 会横行回一段 还有如果你说过完一些杀股值 或者过完一些政策的忧虑 会是比较率先获得资金吸纳的 那都是会大型的科企 或者有盈利稳健的来说 会跑赢一些 暂时来说就是 腾讯和巴巴 港股比较是大型科企 盈利稳健的 因为美团 现在话声预期 但始终仍在一个亏损阶段 这个亏损阶段 很难用一个 估值跌到便宜 这样去计算 如果你说估值低来说 这些股份就低了很久 不过 他一路形成新阻力 其实对于想抠入场想 究竟是死猫蛋 还是真的见底 其实他一路形成新阻力 对于想抠入场 无论是真的想中场 我倾向就看 你就算是入场 就看短线 短线不只是指一两天 那些就是太短线了 其实就算是说 我们之前是2021年 升得最强劲 我都有去推介 那些短线 其实你可以做到一个倍升 所以就等一些这样的机会 这里就有阻力就是160.3 就是这里 其实科指和恒指都是 反弹了之后开始掉头 那这里形成阻力 对于你是想做好 还是做胆 都会是个好事 就是如果你想抠入场 就有一个近一点阻力 究竟是不是比较大的机会 还有一个五十天线 五十天线 其实是它的下降轨 也都是很远 也都是其实 你这个下降轨离你延下很远 所以要突破先向上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要求实在太高太远 我这期就真的不是很特别关注这方面去住 反而是 就是你说那些科技股 或者资源类 其实就是看美股那边多一点 就很多选择 很多可以买 不过这个时段 我们都可以大家留言 无论是美股 港股 商品 其他都可以去留言 大家可以谈一下 今天如果你说除了美团的消息 今天早上也有说到 其实还有一些是关于中概股那边的消息 两样都有 因为中方就说是 现在就和美国那边谈 境外上市渠道保持畅通 其实都是说那些东西 总之就是我们现在谈的意思 我们都拭目以待 但是有机会会不会有些反弹 或者究竟那些资金流出 流走之后 会不会中之可以炒上去 现在暂时就 还是 你说要整个跌势 转到 暂时是还未 那 是的 我们都可以看看究竟 现在 你如果觉得是死猫蛋 有些反向那些 你看什么位 多指都很明显 那就是 大约在4,750左右 这些阻力位 那就是恒生指数差 都是这样 你都是用3月23日那些顶 来做一些防守 其实它这里 可以看一下它的小时图 期指的小时图 大约在50小时线附近 现在 这个在21,800 就算是一个 最近的阻力 就稍微落一落的 它弹道 如果它之后可以 掉头破到 其实21,800 就可以做到 那个淡仓的新的防守位 暂时就还未 的话 就都是看回这浪的顶 就是一些淡仓 紫舌位 整体上都是这样的情况 另一个就是 现在俄罗斯乌克兰那边的局势 今天都见到一些消息 就是说 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 和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 星期日就通了个电话 就确定了俄乌最新一轮的停火谈判 就会在当地时间28至30号 就是当地时间 就是今天 他们迟我们几个小时 就是准备进入28号 就是28号 差不多 现在都他们准备早上早了 就是准备很快开始了 这个谈判 会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 乌克兰的总统扎连斯基 就也都呼吁 俄军就是撤至上月24日出兵前的位置 就是叫他撤出去 看来有点难度 不过这个 说法 或者他们开头的态度 开头一定摆强一点 再慢慢继续 看看他可不可以在这里 有点双方的妥协 乌克兰的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 就说俄罗斯就意图将占领区 建成一个准国家实体 就是将乌克兰好像南北韩 一分为二 被俄罗斯成立独立的 劳金斯克地区的 一个人民共和国 他们已经整出了新的总统 他就说不排除 近期会举行一个 加入俄罗斯的全民公投 他就不只是独立 还想投票加入俄罗斯 要再看看他们的谈判如何 但如果实体上 这些国家 就算在今次的开战 这些地区 也就是乌冬那两个地区 其实在今次的开战之前 已经是 其实已经是亲俄 已经受俄罗斯影响了 问题是究竟 乌克兰方面 会不会可以 你官方承认有一个 不同的态度 其实他的边防 已经摆在这两个地区后面 但官方承认有一个态度 俄罗斯就应该想 获得他的官方承认 无论是克里米 还是乌冬那两个地区 都是 我们都密切观望 这几天的 在土耳其的谈判 会不会有一些进展 不过部署上 其实就差不多 就没有说要去特别估些什么 因为他们怎么样 而去 去怎么样部署 我们都是看着市场的人 讯号去行 看到美团继续都是用的 受升14% 恒生指数方面 最新是21,683点 升279点 我们先去广告 回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再见 好 回来节目时间了 King Hong Kong和张 都还在打 恒指又是短声 Phil Claude Basso又夹淡 今天夹三百点左右 我们看看期指的位置 之前有一个淡仓 如果你防守 应该在 二… 找不到指指 这个是 二、二、三、九、九 我用手画 画得不太好 二、二、三、九、九 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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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3日 那顶 都是不画 大家应该 如果是炒的 会明白 现在在二万一千八 做一个新的阻力 这个期指 如果破了下去 就可以用二万一千八 做防守 否则 现在就继续用 这个 二、三、九、九 做防守 刚才个别 有些看过的 例如美团 暂时 虽然今天升十几个百分比 很厉害 但都是去到近阻力位 就未上得到 阻力 186左右 就形成了 是未突破到的 10800 今天是这样 之后 是否要回呢 白狼说 我觉得 如果这个做法 有货 就未必要去估计它回 但如果今天 即今早大家看到 业绩很想追 我就觉得 不太好住 虽然它未 如果你只是看 RSI 只是看这些数据 就未算超迷 但如果你去看它 这样 由15号拉升到 现在 这下短期是升得急 如果等入的话 你等它 有回落再起动的机会 就好些 假设会不会去到 22元再起动 这样先 要有个近一点的防守 现在那个防守 是有点远的 如果你真的觉得 有货 想要不要很短线吃虎 就起码是出阴烛先 看看今天现在十字性 那你是否明确去调头 那 就 看看先 白浪说 AAPL好像近175 阻力 现在最新的情况 有没有力冲准 还是减少少 有少少货 就是短炒的 我们现在开它出来 周四五都还可以 都还涨0.3% 这下呢 又是如果这些 短期的拉升 这样急的呢 先分开它 就是又是如果你说 现在想去进入 因为它最近的阻力是168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又是 如果你用这些 突破是买入讯号 其实破完之后 已经再 不算表得远的 但是 你由底这样拉升 由850元到现在 就是 未必好现在进入 但是如果你说 有货 就算短炒 就算短炒 都真的见回才进入 见回起码 就是出阴烛 这个东西这样拉升 应该就正常会回跌 甚至 其实如果你是很短线的 那又可以参考一下小时图 小时图 见到那个支持位 是172.77 就是你如果是 用最短线的指颤位 是可以放在这里的 但是如果 如果不是那么短线的 这个其实当然 都可以继续持续持续 你说之后有回 好像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都是 它破完最近的阻力 是有回回 但是回完之后 它回完之后 再上一定 就是给到一个新的指颤位 266.01 就看下你上银多久 刚才如果 如果是最短线 就是参加小时图那里 Winky说 460 今天就 460 跌了这么多,什么位置可以进入呢? 其实都是一样 这一只就没有,你看它长 可能想一下,究竟为什么想进入 但如果你差弃现在的走势来看,就一样 底部是1.31,顶部是1.95, 环行区间,除非你破到的区间顶, 代表它想重新上去,暂时是尾的 所以就不太有必要住 这些就是在下跌的东西 跟着King Hong Kong的资源股 刚才有一些煤炭股份是,但它们因为出了业绩 然后拉升得很厉害,就不太好出手 短期上来说,它有机会下跌一些 如果升得急之后 另外其他有些都是,即是美股比资源股 就强很多的,无论你讲的是 农产品相关,还是金属,还是油 那就是几大类别,能源,几大类别 都是很强的很多,尤其是金属资源股份 但这些就已经是很超买,那边那些都没有追 但可以先拿下来,如果还有货的话 Fionn就说2883 2883就还有941,怎么看 那都看好油价的 但是这些就未必是说去跟油价 但是你如果想看短线的,你就纯粹看回它自己的走势 2883来说就是看8.41 就是收稳8.41才进入 然后短线指示位是8.12 不过我也是建议,你看好油价的话 就买一些追踪原油期货的ETF 就会好些了 因为这些就油股或者金股 就不是追踪商品期货的产品来的 941,这个也是 其实今早几个电讯股都是 它们冲完一阵又下跌 咦,是不是似乎在55左右都站得稳呢 就是你看它这个承接如何先 如果又是有一个新的支持才进入 因为现在一个防守位太远了 那我们就转回去 Tesla800有货的Eric说 我们开它出来 我也有货的 而且因为如果平时经常都说 看位操作 所以就不难估计 其实一直跌下来 就会减了很多 那又有点减 其实最后还有货 最后剩下一点 然后它这期 我们开它出来先 这一期其实开始上 就应该是突破 它开始突破这个下降轨 还有突破第一个阻力 那都是八百多的那些时候 那又加回一些 那就上网多少 如果你看到很长远的话 其实是很大的上网空间 但是如果你纯粹参考 参考最近的那些顶 那就是看回历史顶先 一千二百四十三左右的位置 就是近期的那些顶先 就是最近水亡的那个位置 其实防守都可以摆得比较远一点 就是七八 那它会不会出一个新的防守 暂时就没有的 因为它完全都没有 好像刚才那些AAP 其实都完全是没有出现到一个回套 如果你说它走回 那它会不会整个板块都走回 那样 始终都会首算回Tesla 如果你说到 无论你说中外的 那你就算说其他 那么多年来 都很多说去挑战它的地位的公司 无论是Lucid、Rivian 但是你看到整个调整里面 就看到谁是硬正一点的了 始终你要去成功做到量产的这一步 其实它们还有很多的挑战要面对 除非它们真的做到那些数据上的改善 才说再去看回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潜力 暂时就真的是 就是整个新能源车里的板块 我想你都会首算回这一只 上网就最近是那个顶线 914出了业绩的阿森就说 看看这个 出了业绩之后 43.5%有货 怎么看 这个都是前两个月 上年年尾 或者上年年尾 今年年头 今年年头 算是 那么就开始 就说 国内他们说的 稳增长 就去炒基建 但是都 它那个 升得最好那一期 其实就 就是打穿了 升得最顺的那一期的升势 但是你说如果 不想那么短线 想去放久一点 或者甚至 甚至 其实他们派息都可以的 914的说 是有 6%的那个收益率 如果你这样计算 是比起很多 这段时间 煤气是大跌的 它大跌完之后 它才是三厘左右 收益率 那它未大跌之前 只有两厘 再由高位的话 其实只有两厘都没有 就变成了 其实那个派息上来说 就不是那么吸引 其实代表什么 代表它的股值是一个 偏高的水平 以公用股来说 海洛水泥公布完业绩之后 就给一些大行调低它的评级 税上就是下调 目标价去到51元 那它全年纯利 就按年下跌5% 就是第四季的纯利 就是109亿人民币 按年增长4% 那如果你以它来说 纯利下跌 有个单位数的下跌 就已经算是比较差的了 因为它平时就是 往年都是比较 稳定的增长的情况 现在就很明显是差了 那盈利都同比都下跌 那当然它自己也有 大手布局的新能源那边 还有它自己当然有去 就是强调了 就是都想说 就是需求那个黑暗时间 就应该已过了 那都有这方面的憧憬 这一轮呢 就是10月有个大底 就35左右 那这一轮呢 其实那个调整就是去到35 那你如果是有货 可以去想这里 是不是有个重要的支持 那或者防守 都是把这里 就是35.3毫半 那你想去想 会不会可以起动的 那短线的参考位 就是40元 就上回 如果你拉回长 它整个月线图 都是它破了它 它走得最好过升勢 因为它50月线都穿了 但是如果你说它看到 真是重要的支持 就是34元那边 那边呢 现在算是市道 那你就 就是手这些位 现在 6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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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Karen就说 639 是不是吃得手钢资源出阴竹 这个我见到都多人说的 那它就都是比较 比较小 和小成交的一只 你今天出阴竹 其实都只有5000万 如果你不是很转线的 或者很多时候如果 就是要看公司 你是不是很看好 如果是看好的公司 市况都是向好的 这样就会用回一些重要日线图 那些重要支持 就是2.19 但是如果 其实你的市场不是很好 你可能就纯粹是一个 想着是很短线 你都不是说真的要看好 它的公司 那你就可以参考 首先就是阴竹就吃 其实很大机会了 现在 还有就是小时图的支持 就是2.8 那就可以这样参考 做一个的防守 是的 因为你都是2.3 买 这些是很急升的那些类型 那你都算是有个 不错的利益 所以你如果是很短线的话 是可以 可以去这样去做 接着就是 3.16 什么事 今天都有去 略略说过一下 都可以说一下他这个 咦 那怎么样去部署 因为他出了业绩的 但是如果你只看一份业绩的数 其实都不错 那他就全年纯粹 71.28亿美元 是升近7倍 末期息年特别息 总共是3.3美元 那就是计算是 港币是25.74 而如果你大约以今天那些价位 190元左右 那就是计算这个 排息率是有13% 那业绩就挺好 但是这个是一个上年的业绩 而呢 现在他出完这个数 就被指不及预期了 因为航运股份 上年大家一路一路有看 他们每季公布的那些数据 其实已经是预期上年是好业绩的 譬如我们上年年头 1919 上年第一季是说52倍的增长 那就变了是 首先上年好像是一个预期内 市场比较大的要求 然后就是因为头 他们很聚焦的增长强劲 其实是在头那季 那之后是否能保持呢 那变了你出完好的数据 都还说你顺义其他 其实基本上算是大致上符合预期的 而呢 而呢 现在这个近日的下跌 也都很主要就不是 今天其实是整个 整个板块都好跌的 就是你看这1919 2343算是没什么 但是316呢 原来是走得更厉害的 那今天也都比较出了 业势就比较大一点的回套 今期呢就有一些板块方面的一些 利淡的数据 包括是中国出口集装商的 运价指数就按月跌0.2% 而呢 各大的集装商运价指数的最新资料都显示 中国大部分出口航线的集装商 延货运费就是继续下降的 那呢 这个是各行业上的一些利淡 所以近日都这样下来 这次派息就是挺好的 5月25日随正 但是你说究竟是否一定要 就是等它 是不是一定要拿着等它 派息或者 想 是不是想收息 这样去入呢 那就没有什么 这个的必要性了 因为 其实这个派息呢 这个5月25日随正呢 它那个随正 它那个价格呢 是随正日 在你的股价会扣出来的 那它那天就会扣回你 大约是 大约是 25.74港币 那那天是会扣回的 所以就 没什么所谓 你等不等它派息 因为宣布派息 其实市场的价格 已经是自行去反映的了 而呢 如果你说看它现在 近期究竟这些 板块上的 离淡的消息 究竟它对它影响有多大 我们看看市场的反应 就是 它的上升位穿了 接着这个第一个关口 200 应该如果之前有 是看200做止蚀位的 那也都穿了 那情况就很不乐观的了 不过呢 由于它穿了200之后 很快已经试下底了 就是176.5 因为今天是最低见177 所以如果你说是 有货的 怎么算好 现在就是 现在多了一个货 因为 因为200之后 一下已经下跌了 下跌了 所以现在你就看这个 就176.5 才对 这里 176.5 那就看这个 总之是1月的低位 看这个做过防售位 如果还有货的就是 可以观望一下 究竟今天的低位的承接力 到底是如何 今天看到 虽然情况很不乐观 但是 看到是有资金流入的 但是它未至于 即是如果你今天 这样V弹 那么长的下影线 你收到只阳烛 即是收到193以上 那就可以 那便算漂亮 那便可以乐观一点 但是暂时就未 如果是 有货的就是密切管 看着 如果是没有货 想收入呢 现在算是 我们在试176.5 这里 看多两天 那个买力 是否足够 如果你说大成交 今天就有 11亿的成交 今天早段要看 现在如果再更新 应该会更多 那今天11亿 还有 而且 它前几天 是有 应该大约是 这几天 其中一天 是有一个 都是大成交的 就是有 二十几亿的成交 就是大成交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 开阳烛 高开高走 或者是 一个探底有承接 就算是一个 好的讯号 但是真的 有货的 就搜到这个关头 就是176.5 那没有货 可以看到两天 是否在这些位置 宁愿它真的 有些大手的资金 可以买上去先 如果不是要小心 那个转向的风险 那时间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待会下午3点45分 收视时间 再跟大家提示 拜拜